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在信靠的根基上 毅力诗篇第十一篇 在这篇诗篇的开头呢 诗人大卫宣称 他是投靠耶和华的 而有些恶人呢 或者有些关心他的人呢 则对他说 现在有恶人呢 把剑搭在弦上 要来迫害你 大卫啊 你应该向鸟逃往深山去 当一个人宣称自己是投靠上帝的人 他应该在面临恶人迫害的时候 要表达出 表现出他的信靠 今天有许多人呢 他是宣称凡事都靠自己 个人努力固然重要 但是如果宣称 凡事靠自己就完全可以搞定的话 未免也过于骄傲 我们当然应该要努力 当然应该要尽我们的本分 所以这跟投靠耶和华是没有什么冲突的 所以大卫宣称说 我是投靠耶和华 我要在恶人 关公搭建 要射我的时候呢 我要表现出对神的信靠 第三节说 根基若毁坏 义人还能做什么呢 所以义人的根基啊 也不可以毁坏 这个根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 我们对上帝的信靠 就是我们赖以毅力 不动摇的根基 所以这个信靠啊 信心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我们要信靠上帝呢 因为我们相信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 我们也相信上帝的宝座在天上 他的慧眼查看世人 上帝的宝座不在世界的某一个国家 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你都找不到完全的正义 有可能有比较正义的国家 但你找不到完全的正义 因为上帝的正义的宝座 并不设立在某一个国家 上帝正义的宝座 公义的宝座呢 是设立在天上的 所以呢 我们可能在世界上啊 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结盟 这个国家投靠那个国家 但是真正正义 公义审判的是在天上 上帝的宝座在天上 所以世上的列国啊 都要仰望天上的上帝 而上帝的宝座呢 虽然在天上 是不是遥不可及 是不是上帝呢 对我们是袖手旁观 或者是不理财世人 不是的 上帝的慧言 查看世人 所以上帝一直都在查看世人 第五节 耶和华试验义人 没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 上帝心里恨恶 既然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 上帝心里恨恶的话 为什么不马上把他们灭掉呢 因为恶人喜爱强暴的人 还有一个存在的价值 什么价值呢 神要借着他们来考验义人 这就是上帝没有马上 把恶人和强暴之人 马上毁灭的原因 他们存在的价值 上帝要借着他们来考验义人 要让义人变得更好 但这不代表 上帝不恨恶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 上帝心里恨恶的 上帝已经准备了 向恶人密布网罗 要降烈火 硫磺鱼 做他们杯中的粪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是公义 所以上帝允许 借着恶人来考验义人 但上帝是公义的 所以恶人一定还会受到报应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 上帝也喜爱公义 正值的人必得见上帝的面 上帝是公义的 他喜爱公义 学问家喜爱追求知识 运动员喜欢运动 上帝是公义的 他喜爱公义 运动员因为喜爱运动 成就了运动员 学问家喜欢知识 追求知识 成就了他的学问 但耶和华呢 他本身是公义的 他喜爱公义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 他喜爱公义 他的公义是不会改变的 公义是他的属性 是他的本性 我们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 信靠你 就是我们生活的根基 主啊 让我们应着信靠你 让我们屹立不咬 谢谢主 你的宝座在天上 你的会言 查看世人 主啊 你会考验我们 愿我们在你的考验当中 让我们表现出 我们的宣称 我们是投靠耶和华的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你会说 我可以说 我会带你 我会带你